哈喽兄弟们最近的话很多人收到货之后 不知道这个苗具上面这叫红点啊 两条线怎么装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咱们收到货的话是两个苗具啊 里面还有两条线 还有这光纤啊 还有一个扳手两个螺丝啊 把这些配件全部给它取出来啊 全部取出来以后啊 看着啊 咱们首先需要啊 首先需要把这两颗黑色的小螺丝给它装上啊 就这两颗黑色的小螺丝 然后直接给它装到你弹弓上面的这个地方上 然后呢就开始装描具上面的这一个光纤 这个光纤的话是怎么装的啊 看着 装一个红的装一个绿的啊 一个两个三个看 把它剪成这么长的小结 看着 一个 两个 三个 看 这样子小结装好之后 把它塞到这个洞子里边来 然后拿火 从这一边 一定要烤轻轻的烤一下 OK 然后再手顶着这一边 OK 然后这一个的话 把它装到第三个上 拿火 轻轻的一烤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中间一定要隔开一个小隔 OK 然后的话再装红色的 还是的 搅成五毫米左右 半公分左右的光纤长度 一个 两个 三个 再把它装到这一边上面 看着 这边的话也是一模一样的 OK 然后这边的小描具的安装方法 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的话 就是右手持工的话 你可以装到右边 左手持工的话 装到左边 然后背后的话 拿着一个黑色的小扳手 拿着一个黑色的小扳手 固定上就行 然后这一边小描具 咱们装好之后 效果的话 跟我手上一模一样 然后拿手直接过滤就行 然后的话 这一款单公的描具装好了 左右互换的 这一边的话 可以装到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 也可以装到这一边 看一下 瞄准点非常清楚 OK 这一期视频 咱们更新到这里